为了改善郊西旅游停车位一位难求的窘况 县府争取中央补助2亿5千多万 加上县政府致筹1亿7千多万 在109年7月开工 利用郊西国小的操场空间来新建地下停车厂 工程在4月20号完工 县长林真要今天前往视察工程品质 一人县政府我们的交通处的用心努力团队 然后呢 这如其如此的公路总局 争取了2亿5千667万 还有呢 依然县政府出资呢 1亿7千339万 总共能够停掉358辆的这个汽车 然后呢 我们有这个 妇孺的这个停车场 还有呢 伸脏的停车场 还有呢 我们的智能的停车场 郊西国小地下停车场为地下两层 共规划了358个汽车隔位 停车场采用车牌辨识进出场 电子票证收费以及再席侦测等 智慧停车服务系统 并且规划了身心障碍专用车位 富佑专用车位以及绿能专用车位各8席 以提升停车的便利性 以及停车场效能 能够呢 把我们的这个停车隔 这个智慧停车非常非常的方便 然后呢 希望呢 大家都能够多多的利用 那今天呢 特别来视察 希望呢 这个品质能够更好 那我们呢 会在这个7月份的时候呢 就公开的这个启用典礼 所以呢 欢迎大家 也谢谢大家 郊西国小地下停车场 历经去年国内爆发的新冠疫情 加上宜兰冬季连续降雨 材料物价上涨等等困难 施工团队逐一来克服 在今年的4月20号完工 预计7月启用营运 可以满足郊西地区南侧居民 以及游客的停车需求 宜兰新闻记者石世明 采访报导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